基于历史渊源,我国各地都拥有自身专属简称,比如山东简称鲁,河南简称玉,除了这些简称外,许多地方还由于朝代更迭而享有固有俗称,比如我们一提到齐鲁大帝,就会想到山东,三秦,三晋,三乡,有何历史渊源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三秦,三秦之地指的是陕西省,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,是指项羽分封天下时,把原来秦国的故地分给了三个秦朝降将,分别是张寒,司马兴,董毅,他们何称为三秦王? 他们的封地也被称为三秦之地。 秦帝这个名称来自周孝王的赏赐,位于金甘肃天水一带,这里地处边陲,妃子的族人就开始在此地繁衍。 周孝王时期,周天子召见妃子后裔秦庄公,给他们七千士族,以讨伐西戎,秦庄公打败了西戎,被周孝王封为西锤大夫,秦帝和犬秋都是其封地。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,其族群强大起来,到西周末年,申侯联合犬戎攻打周朝,周孝王向诸侯求救,秦湘公与魏武功,靖文侯,正武功一起起兵救援,但未能成功救援周孝王。 周孝王被犬戎杀死,之后周平王迁都洛阳,秦湘公护送。 周平王因秦湘公有功,正式封他为伯爵国,秦国此时才正式算是独立的诸侯国,秦人以秦帝和犬秋为根据地,不断与西戎人战斗,地域不断扩大,其都城也从甘肃天水一路迁到了咸阳,才定了下来。 秦国在巅峰时期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及成都平原,主要地域包括今天的陕西省,甘肃省,四川省,重庆市,秦国强大后,不断东出寒谷关进入中原,最终在秦始皇手上用了十年时间统一了整个天下,建立了大秦帝国。 但是秦朝只维持了十五年时间,就在陈胜、吴广、项梁、刘邦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中灭亡,项羽由于在巨鹿之战消灭了秦军主力,因此成为天下反秦诸侯之首,项羽进入关中之后,开始分封天下。 项羽一共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,刘邦被封为汉王,封地在巴蜀及汉中,以南正、金陕西汉中为都。 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,都城在鹏城,金江苏徐州,除此之外,项羽把原来秦国故地分封给了三个人,这三个人都是秦朝的降将,分别是张涵、司马兴、董毅。 张涵被封为雍王,封地主要在咸阳以西,及甘肃东部地区,都城在废丘。 金西安市长安区高桥街道东马方村山脉、东马方村遗址,司马兴被封为塞王,封地主要在咸阳以东。 寒谷以西,都城在岳阳,金陕西省西安市延梁区武屯镇关庄村与古城屯村,董毅被封为敌王,封地主要在陕北,都城在高奴,金陕西省延安市延长县。 除了汉中之外,秦帝核心区域被项羽分封给三个秦朝降将,这三人合称三秦王,他们的封地也被称为三秦之地。 三秦这一名称在史记中大量出现,这便是三秦最早的由来。 严格说来,三秦王的封地加在一起并不是完整的陕西,少了汉中,多了甘肃一部分地区,但由于史书中已经用三秦来称呼这片土地, 因此便形成一个历史文化上的称呼,这一称呼被后世朝代引用,一直称关中为三秦。 从秦汉一直到明朝的史书,都把三秦之地当成陕西的俗称,这是历史文化的影响,直至今日仍然有这种说法, 但随着时代及观念的变化,也有把陕北、关中、陕南合称为三秦的。 意义相差不多,人人都知道三秦指的是陕西的那一片土地。 三秦 山西之所以被称为三秦,原因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秦有关。 在春秋时期,晋国可是中原地区的大国,尤其是在晋文公的主导下成为公认的霸主,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曾经强大的晋国却从内部分裂了。 公元前458年,作为晋国重臣之一的智伯,趁着晋埃公即位不稳,谋取国家大权,为扩大自身势力, 他勾结韩,为两家吞并了范氏、中行氏的领地。 在阴谋得逞后,智伯试图继续灭亡另一个晋国重臣赵氏,眼见形势危急, 赵氏管家人赵湘子迅速对韩魏两家展开思想说服,最终三家联合在一起, 共同围攻智伯以求自保,在决战中三家联军打败了对方并杀掉智伯。 就这样,韩赵魏将原来的晋国一分为三,分别拥有各自领地, 公元前403年,周薇猎王破语三家独立做大的事实, 最终承认他们诸侯国地位,这也标志三国分进正式完成。 而韩赵魏则凭借新兴诸侯国的身份,逐步成为战国时代的重要势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韩赵魏三国领地范围涵盖金山西大部, 河南以及河北部分地区,且都在山西境内设置过都城, 所以如今的山西就有了三进的称谓。 三乡 古代文献中,三乡之地,即湖南,早已被提及, 这个词汇可以追溯到古代文学作品, 如《徐侠客游记》中的《丰莲大领芙蓉秀》, 《水街三乡苦竹身》,《三乡之名》也在历史典籍中出现, 如《宋书》中记载方寻巡视三乡以殿横月, 以及随书中提到的幻在汝因死三乡,横视一旦无人藏。 这一名称,甚至在地理上被用来标志特定地点, 如随书中提到的巴陵南有地名三乡, 吉井奔拜之所, 以及名史中的东有阳明洞, 西有三乡水,北有乌江,有鹿广河。 然而,三乡最初是指湖南省内的三条主要河流, 即萧乡、征乡、圆乡。 萧乡指的是萧水与香水的汇合, 征乡则是征水与香水的交汇, 而圆乡则是圆水与香水的交汇。 湖南这片土地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楚国, 所以湖南文化又被称为乡楚文化, 和湖北的京楚文化共同组成了楚文化。 但在这个时候, 湖南并没有出现一个带有香字的地名, 湖南地区第一次出现带香字的地名是秦国给起的, 秦国实行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郡县制, 可以说这个制度一直延续至今, 外貌有变化, 但内在没有变过, 秦国统一六国后, 就在现在的湖南长沙一带设立了一个新的县, 名叫香县。 香县是湖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带有香字的地名, 说到这里, 会有人继续追问, 为什么秦国会给这里起名叫香县? 这个原因和我们之前讲过的湖北为什么简称厄非常类似。 湖北为什么简称厄? 因为上古时代, 山西黄河边有一个部落部鳄鱼为生, 鳄鳄通甲, 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国叫鳄国, 这个鳄国比较弱小, 一直被山西地区的大国晋国欺负, 他们就往南逃难, 逃到了湖北厄州一带, 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流亡国家, 厄国。 湖北简称厄, 就是因为这个古厄国, 正如陕西简称秦, 是因为秦国, 山东简称鲁, 是因为鲁国一样, 山西简称晋, 是因为晋国一样。 湖南简称香也是类似的原因, 在上古时代有一个地方叫巷, 这片地方大概在现在的河南安阳, 河北临璋一带, 大家知道, 宋朝时候, 安阳就叫做巷州, 岳飞就是巷州汤银人, 商朝有一个王叫做武丁, 他把自己儿子封在了巷, 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, 后来商朝末年, 昼王无道, 天下人起来讨伐商朝, 向人作为商朝移民, 身份比较敏感, 很怕被连累, 所以开始往南逃难, 逃到河南南部的, 湖北的, 湖南的, 都有, 这些人逃难过程里, 不忘自己的祖地, 把像这个名字也带到了新的土地上, 比如, 一部分向人逃到了河南上菜, 就把这里的河流起名为巷水, 一部分人逃到了湖南一带, 也把这里的河流称为巷水, 相同乡就是香水, 这就是现在上菜和湖南都有香水的原因, 香水的名字出现得很早, 至少在屈原时代就已经有了, 因为屈原专门写诗赞美过香水之神, 香军, 在古代, 文人默克经常将湖南称为三香, 这种用法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的陶渊明, 唐代的王维, 以及李白等著名诗人的诗作中, 他们以摇摇三香, 楚塞三香街, 水穷三苗国, 地窄三香道等诗句, 表达了对湖南这片土地的深切情感, 肖香市肖水与香水的交汇, 香水起源于广西兴安县, 流经湖南的永州市, 衡阳市, 株洲市, 湘潭市和长沙市, 最终注入长江水系的洞庭湖, 湘江的全长达844公里, 流域面积广泛, 几乎覆盖了湖南省的一半土地, 湘江的重要性无法逼估, 它是湖南的母亲河, 孕育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历史, 湖南省的总面积约为21, 18万平方公里, 而湘江流域面积接近一半, 湘江与萧水, 蒸水, 原水一起构成了湖南省的四大水系, 这些水系不仅为湖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水源, 还为湖南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,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, 经常可以见到三乡的提及, 古代文人常以三乡来泛指湖南, 比如魏晋时期的陶渊明, 就有这样的诗句, 摇摇三乡, 滔滔九江, 山川祖远, 行李识通, 这里的三乡是文学上的泛指, 代表了湖南的广阔领域,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 三乡这一称谓并没有明确固定的地理边界, 它可以泛指湖南的各个地区和文化, 另外, 近现代的一些说法也将相谈, 相应和相相包括在内, 但这种说法并不具备严格的地理学依据, 更多是一种通俗的用法。